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苹果日报头版头的标题 但另一方面 现在美中频频的交锋 特别是在南海台海地区 那么美国是飞机闯到实弹演习区 那么共军是向南海发射飞弹 蔡总统昨天在跟澳洲的一个智库的直播视讯会议上提到说 我们很担心插枪走火 那所以呢 就是这个插枪走火四个字 就变成联合报跟中国时报的头版的标题 那这个其实都扣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安不安全的问题 如果从防疫的角度 现在科学的调查证实台湾很安全 但是如果从美中大国的博弈的角度 从军事的这种可能的摩擦来看的话 插枪走火是台湾必须要担心的 所以就当然你没办法讲说台湾真的有那么安全 好 这个防疫做得好 这是台湾大家的共同的努力 我们值得骄傲 但是国际的情势的复杂 让我们必须担心会不会插枪走火 这是我们大家必须要留意的 但是在此同时 今天也我要跟你谈的 其实是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说 昨天中国海警 那么有一个公告 说他们海警局 广东海警局 23号在香港东南方的海域 查获了一艘非法越境的快艇 而逮捕了十多人 那么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导 说这个快艇上面有12名香港青年 那其中一个人 就是这个被拘捕的香港 这个反送中的一个团队成员李雨萱 那么其他的十多人也都曾经参加反送中运动 那他们目标是想要偷渡来台湾 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媒体上 并没有被太大的一个注视 那现在您在听我的播客的时间 从今天早上开始 台湾社会在关心什么呢 台湾社会关心的居然就是 网红馆长陈志涵 他在今天凌晨2点 那么从健身房门口走出的时候 被枪击 那倒地之后 他并没有立刻去就医 居然是要助理 帮他开直播 而在这个时候 网路上的台湾的网民 在关心什么呢 关心的是网红 这个馆长陈志涵 今天早上凌晨2点 他走出健身房门口的时候 被枪击 而且他倒地了之后 还要求助理立刻开直播 那透露说被人家连开三枪 右腿被子弹贯穿粉碎性骨折 那么一旁的员工气愤地说 嫌犯就是上次来骚扰的那一个 那消防员赶到帮他包扎 馆长痛得不断地哀叫 这当然都在直播当中 那么随后也逮到了这一位行凶者 是个23岁的流姓男子 那警方也确认他就是日前骚扰馆长的 健身房的学员 好 这个香港人逃离台湾被捕 那媒体不是那么关注 台湾现在关心的是馆长遇刺 这当中透露出整个台湾社会 对于我们现在身处的内外环境 是一个无知无觉的一个状况 这是非常令人担心 也非常令人感慨的 所以今天要跟你谈一谈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这个刚前面讲到说 香港人淘汰被捕 这是中国海警在26号的微博上 所发布的一个报告 那其实根据自由亚洲电台 在27号就是昨天的发布的消息 港人安排反送中抗争者偷渡来台 这样的行动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从今年的7月开始 已经有两批香港青年坐船逃到台湾 第一批他们是从香港出发 直接抵达高雄 第二批是先搭船到距离香港300公里远的东沙 那么再被安排送到台湾 那但是根据刚前面讲的中国海警所讲的 23号的广东海警局在香港东南方查到了 在的这个要逃港的 要逃离香港来台湾的这一批人之后 所以相信说逃往台湾的路线已经被堵死了 这个新版的黄雀行动 这个所谓的黄雀行动 稍微年纪的连长一点的听众朋友大概会知道 讲的就是说1989年6月4号天安门运动发生了以后 当时的香港人为了营救六四事件当中 被中共通缉的民主派人士 所以发起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来协助他们 帮他们逃离中国到海外 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行动的代号 那么据说整个黄雀行动总共救出了大概有800人 那么现在也外传说有一些其他香港人 用类似的方式已经来到台湾 刚前面讲到至少7月份有两批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政府相关部门都没有对这样的一个传闻 做出证实或者有所评论 那陆委会的副主委邱隋正 昨天针对香港逃港青年被捕这件事情 那么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如果港澳居民因为政治因素 来向我们的政府请求援助 那么根据港澳条例现行法律的一个架构 已经有一个处理的机制 政府会依人道原则跟相关的法规来妥事处理 不过他也强调说我们也是一个法治社会 所以呼吁相关人士要遵守台湾的法律 不要触法 那么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是非法的偷渡 那么在法律上是并不宽容的 这个话当然表示出台湾事实上 对于香港现在青年要逃离 那么这个能够做的是非常有限的 坦白说香港社会已经质变了 那么今年7月北京所通过的港版国安法之后 现在整个香港变得越来越像 这个欧威尔小说1984所讲的 那一个叫做事实是非黑白 这个完全颠倒了这样一个社会 最近就有一件非常显著的例子 来凸显香港的变化 就是香港警察在逮捕了 两名立法会议员在内的十多人 那么指控他们涉及暴动 那么最重要的是里头有关 去年的7月21号 在香港元朗地区出现了 怀疑可能是黑道 他们着白衣 所谓白衣人袭击民众的这个721事件 那么香港警务处 最近发表的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是完全的颠倒黑白 构建出一个所谓1984 这部小说里头所讲的真 这个新事实 这个要quote起来 那这当然引起香港社会 非常强烈的反应 好 什么叫做新事实 或者新的真相 其实香港本来没有民主 但是它有自由 而且机制非常的健全 但是现在我们就以元朗事件 试过一年 这个香港警务处所提的报告 来做一个分析 来了解 现在的香港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首先我们看到 过去如果遇到争议的事情 香港是会委任 由独立法官做独立调查 但现在港版国安法之后 一切向北京看 所以呢 现在香港已经不容许三权分立 那么连一个行普通法的这样一个地方 外籍法官已经被看作是外国势力 那么第二个呢 如果是独立调查 那么在殖民时代 通常是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一个 常态的一个做法 但是现在也不能做了 那么有一位香港的政治人士 人士刘兆佳去年说 他说独立调查是在买时间 这个希望慢慢的查大事 划小事 但是现在连买时间也开始不容许了 好 那如果独立调查不能做 那么独立法官 外籍法官也被排斥 那现在剩下警察内部的调查 那么过去警察内部有一个叫 监警会 就监督警察的这样的一个会 而且里头还有国际专家 来加强公信力 其实一般来说 就算是国际专家 他们也不太可能在报告当中 过于的批评香港警方 但是现在港版国安法 颁布施行了以后 现在连这些国际专家 他们也都跳船离开了 不愿意再卷入到里头去 那么他们已经公开的讲说 香港的官方论述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可以预见 将来的香港警察内部的调查 就更加不可能引入 这个外部的专家来制衡 好 那么在这些调查都很困难之后 现在我们看到剩下媒体 媒体本来是第四权 那么媒体如果能够发挥监督的功能 那也许还不会那么的悲观 但是现在香港政府对媒体是一概收编 那么对高层做收编 那么前线记者再怎么热情 都会被这个报社的高层给和谐掉了 和谐掉了 那到最后报导出来 报导出来可以说是面目全非 这是我们看到香港 现在很多媒体碰到的一个状况 好 那你说这个建制派的媒体不能够依赖 能不能靠民间的媒体呢 民间的记者呢 问题是现在连你到现场报导 做报导的记者 现在也都被港府说 叫做提供片面资讯 甚至还指说你的报导是参与非法的集会 那么乃至于控告说你是参与暴动 被把你抓下来 所以呢慢慢的你可以看到 在香港现在是有牌照的这个记者 他们所做的报导变成千篇于律 那么变成是官方的传声筒 而民间记者民间媒体 这个前线的记者是动辄得救 所以变成没有人敢到现场去做报导 那么你不敢去报导的话 那么你就变成不知道事实在哪里 你就变成由官方完全由他们来决定话语权 好那你说我事实不知道 我总可以根据客观的一些判断来做评论 这就是网路上的评论的问题 问题是港版国安法当中 你这个评论有争议的事情 也可以成为在煽动震恨政府 包括港府跟北京政府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变成说所谓的事实 已经变成是由官方来论定 那么你在官方的这个版本之外 你所提供的任何的其他的版本 就会变成谣言 那你散播谣言 那就是散播憎恨 那么这个憎恨 那就是可以用国安法来抓你的 那假如说你还联系上外国势力 甚至不用有证据了 那你就被国安法给整个逮捕 所以现在的香港真的越来越像是 1984这个小说里头所讲的 大哥到处无所不在 而且根据媒体的外媒的报导 现在北京还在香港要做一个数位的 这种整个的监控 让每个人都无法遁形 那么这样的香港 当然对台湾来讲 是一个必须高度关注的 但是我们现在今天 从今天来看的网路上 所有的热门的话题 都在谈馆长 那么被枪击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慨的一个现象 那至于说未来的香港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或者说香港原有的国际中心的功能 会被怎么样的瓜分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 来为你介绍香港著名的评论家 这个沈旭辉 他的一个分析 请上网搜寻 国泰全国儿童绘画比赛 等你来参加 父皇 系上活动收入不佳 令人苦恼 即使众臣以战店千元大超一张 单人背税车薪 特请父皇开仓正良解 苍生之苦啊 非良策言 系上活动要赞助 别找爸爸了 快去找原父Vintage 什么 只要是金融教育活动 都可以申请 最高赞助金额三万元呢 原父Vintage 金融教育活动赞助 快搜寻关键字 原父赞助 原父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经墓地事业主管机关核准之 许可证兆四号为 108年金管证总字第0031号 欢迎回到市民播客 今天前半段跟你谈到 因为从香港的青年 想要逃离香港来到台湾 结果他们在香港外海 被广东的海警给逮捕 那现在有人说 这一条新的黄雀行动的 这样的一条路线 可能已经被堵死了 那台湾社会到底要怎么来认识 现在未来的香港的一个局势 那么我接下来要引述 这个香港著名评论家 沈旭辉 他所进行的一个 有关未来的香港 那么我们知道香港 原来它是一个 全球的通讯中心 那么也是这个金融中心 区域的重要的金融中心 那么根据沈旭辉的一个分析 他认为香港原来的 这些的一些功能 将会被好几个新香港 给瓜分掉 新香港要quote起来 不是说这个地方 地名改成叫香港 而是它的功能 被这些地方给取代 那他讲到第一个是台湾 他讲到的台湾就是说 第一个 香港以前是一个 自由通讯的地方 也是全球通讯中心之一 那中国的这个 对境内的网络长城 是没有办法涵盖香港 那么西方呢 也都非常的信任说 在香港你的数据 是不会被送到中国去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 那么美国已经否决了太平洋光缆 连接到香港 建议要改联到台湾 那台积电呢 在华为这个 这场中美的这个博弈当中 现在成为西方的重要伙伴 行情大涨 那么 这个整个台积电的一个动向呢 也成为台商 离开中国以后的一个新的方向 因此他认为取代香港作为这个这个区域的或者全球的通讯中心的地位的 很可能就是台湾 因为台湾本来科技业就有优势 那过去香港是作为情报交流中心的战略角色 那么也可能会被移植到台湾 当然台湾相对来说是在美国的势力之下 但是在此同时 中国对台湾还是能够发挥一定的影响力 所谓的中国也能够在台湾做工作 这就会让台湾形成了一个新香港的一个一部分的角色 这是他的原因 第二个澳门 那么当然中国不可能以澳门来取代香港 这个连澳门的特首都也坦诚 这个说澳门没有能力来取代香港 但是话虽如此 并不代表说澳门不能够分到 以小部分的香港的遗产 因为美国它除了有香港关系法 它也有一个澳门关系法 而在华府急快速的制裁香港 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的同时 现在对澳门的特殊待遇并没有任何改变 而且最近还停止制裁澳门的会业银行 那有人猜测这可能是为了美国的一些在澳门的 美国企业在澳门开设的赌场 因为他们在2022年这个牌照到齐 那么可能是在为这个事情来铺路的 那么因为这一些大的赌场包括金沙 它的老板都是共和党的大金主 而我们知道赌场本来就是一个地下金融中心 世界各国都需要这样的中心来服务 那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所以澳门的战略价值反而会因为香港目前的处境 特别是在地下金融的这一块 那很可能还可以发挥它的成为新香港的一部分 第三个讲到是新加坡跟东京 刚讲澳门是个地下金融中心 那么新加坡跟东京讲的就是一个地上的金融中心 那么这个目前来讲最容易来争取 来取代香港的功能的当然是新加坡跟东京 那么新加坡当然对外不断的说 他们没有要抢香港的生意 但是人家认为说这个叫此地无影三百两 那么因为香港企业要在亚洲全球的集资 那么就是说是一个能够得到西方信任 而且能够在海内外华人都能够有一个平台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大概目前看起来只有新加坡 而当外资在香港感到不安 那么现在连美国是连香港作为第二上市中心 也给予打压 这个时候那么新加坡当然就会 这个就算不去争取 那么都会自然的成为这个另外的一个选项 那另外这个财富管理基金管理 这个本来是香港金融的一个强项 而日本现在正在推出这样的一个政策 来吸引这一类的香港的专财 那这类管理就是需要一个稳健的制度 而刚好东京东京的稳定性 刚好正是这些基金的经理 他们的避险天堂 所以东京也可以发挥成为一部分的新香港 那么再来第四类看到的就是伦敦跟上海 我们知道中国方面一直希望 人民币能够成为国际的流通货币 但是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价值 本来很高 但是现在已经不那么吃香的 相较之下反而能够成为人民币海外的 离岸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最有可能取代的反而是伦敦 那么我们看到近年来已经有不少 这个中资逐渐的投资伦敦 所以现在伦敦可以说是反主为客 它已经具备了另外一个香港化的条件 加上英国正在大举的收留 一些拥有英国的这个居留证BNO的持有人 这个当然背后也是在争夺香港的金融人才 那么让香港的中国的中产的资金能够填补 英国在脱欧之后所造成的损失 这是伦敦的一个条件 但是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中国的上海理论上来讲 它也有一定的功能 这就是所谓的伦互通 现在的一个前景 也就是说原来上海它只能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 但现在因为有赴港通 再加上有一个伦互通 就是伦敦跟香港之间跟上海的直通 所以呢上海也会成为一部分的新香港的功能 虽然不能够全面的取代 好那第五种的话就是深圳 现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她已经提到说 这个美国在怎么打压 香港不用怕 因为香港将来要拥抱大湾区 这个有人认为说是非常令人啼笑皆非的 因为深圳虽然说它在这个科创的部分 它有很多的这种功能 但是深圳要想要这个取代香港 原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是根本不可能的 不过呢我们也看到 现在从整个GDP的这个数字来说 这个深圳跟广州都已经超过了香港 而香港的这个成本是不太可能下调的 这个时候呢 深圳某一部分的优势就会看到 因为深圳的创科文化跟这个整个的资源 这个创科的发展都比香港成熟 那么现在所以呢 这一部分很可能 这个深圳也会取代一部分的香港 因为香港本来它的优势相较于 深圳是自由开放思想无边界 但是现在这方面的优势失去了以后 那么那一些不是那么在乎所谓的 开放跟思想的这一些的产业 就可能会直接到深圳去 这是我们讲的香港的未来的一个状况 好所以呢 未来的在一个新事实新真相 已经被颠倒是非的情况底下的香港 你可以说它已经变成模糊不清 但是这个模糊不清 我们当然要去探究说 那原来的香港这样子的一些功能 会怎么被其他地方给取代 今天就借用香港著名评论家 沈旭辉他的一个分析 我们谈到说台湾 包括台湾的部分 包括澳门 包括新加坡 东京甚至上海 伦敦乃至于深圳都会分掉一部分的香港 那沈旭辉认为说 这个这样的分析 乍看好像说香港的未来非常的悲观 因为你所有的这个优势都被取代的 不过他认为 香港还是有一个优势是其他的地方 所没有办法取代的 就是说因为这些地方 不管怎么样的取代 他都只是几分之几 七分之一八分之一的香港 而只有香港人可以同时 在这几个地方去开拓新的香港 他的意思也就是说 尽管作为地理的位置的香港 已经不是过去的香港 但如果原来香港所具有的功能 那么现在分散到 刚前面讲的这几个重要的 这个都会区的话 那他们最重要是 需要原来的香港人才 这个是香港人的一个机会 也是沈旭辉的一个看法 好 这是今天以上的节目内容 那么节目最后要感谢 国泰金控对本节目的支持 第45届国泰全国儿童绘画比赛 已经开跑 那么真话的主题是 我会种树我爱地球 收见对象分为幼儿园 国小低年级 国小中年级 还有国小高年级 这个四个组 真话期间从2020年的 8月24号起到9月30号为止 详情请上网搜寻 国泰全国儿童绘画比赛 好 这是今天节目内容 今天已经是礼拜五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回见